公元1402年 一位登基建文皇帝 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与置他于死地的 正是他的叔叔燕王朱棣 这就是名史上著名的 靖难之一 新兵夺权的燕王朱棣 最终登上皇位 史称永乐皇帝 在他统治下 冥王朝不仅完成了 从南京迁都北京的浩大工程 更开创了一段辉煌的永乐盛世 而那场曾经改变历史的大火 也在史家的笔端 浓缩成了地自焚 这样一行简单的记载 我们听到的历史都是真实的吗 那些被人们遗忘的 被积谋掩盖的 被岁月尘封的历史背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 系列历史探索纪录片 迷失的踪迹 就在六百年后的今天 南京一位姓让的老人 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史学界的面前 家是自焚了以后 哪有我们浪家呢 哪有我们巨野呢 哪有我们这个湖泊省这一辈呢 他 八十四岁的南京有信电厂 退休工程师 让沁光老先生 一位自称自己是建文皇帝 后世子孙的老人 他向史学界公布了一个 惊人的内幕 建文皇帝当初并没有自焚而死 这一切都在老人家 祖辈传下来的家谱中 有所记载 家谱记载 建文皇帝逃出南京 改名让鸾 在湖南湖北一带定居 让沁光先生本人 就是名建文帝的十五世孙 建文皇帝本姓朱 如果他并没有在火中丧生 而是逃出宫中 为何改姓为让 更名为鸾呢 浪南这样的 浪子它是在历史上记载 他们过去称它叫浪皇帝 这个项面上有 浪是千浪的浪 我们家的品德是很好的 都叫千浪 南就是皇帝的宝座 金兰宝殿 所以它叫浪南 这个我们的这个家谱里面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叫浪南 根据历代先祖口寿新传的描述 和家常元烧包丹 修成的让氏家谱 以及让氏后人的出现 让很多专家学者 对史料的记载产生了巨大的问号 因为老人的说法与明代正是 明太宗实录中 帝自焚的记载相矛盾 那么哪一种说法才是事实 明太宗实录记载 当燕王朱棣的人马杀入宫中的时候 建文皇帝已经没有了踪影 经过几天的搜查 最后燕王的士兵从灰烬中 找到了建文帝的尸体 尸体已经满身焦烂 四肢不全 明史中关于建文皇帝的记载 也是料料数语 书中说 燕王浅忠实 出地后诗与火中 月八日人参藏旨 南京明孝陵 这里是明探祖朱元璋的灵寝 位于明孝陵旁边的明东陵 他是朱元璋的儿子朱镖 也就是建文皇帝父亲的灵寝 如果明成祖朱棣 礼藏建文帝 那么很可能就将他埋葬在孝陵和东陵的附近 可是随着现代考古挖掘工作的展开 人们始终没有找到 有关建文皇帝墓葬的蛛丝马迹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员商传发现 其实到了明朝中后期 就没有人知道建文帝葬于何处了 这样的结果看似有些不可思议 但这也恰恰给了那些 认为建文皇帝并非自焚而亡的猜测者们 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当时被埋葬的尸体根本不是建文皇帝 燕王破城而入的时候 朱棣大肆搜查了对象 还有建文皇帝的皇子 当时建文帝有两个儿子 长子朱文奎 赐子朱文奎 根据史书记载 两岁的朱文奎被成祖幽禁在广安宫 直到英宗天顺年间才被放出来 但是建文的长子朱文奎 却一直下落不明 名识中说 燕尸入七岁已莫知所终 既然朱文奎可以逃脱 既然朱文奎可以逃脱 那么建文帝也有可能出逃 我个人认为建文帝就是出王了 因为没有到今天为止 并没有一个过硬的一个史料 证明他是死在宫中了 这种事料没有 成书早于明史的明史济世本末 大胆地记录下建文皇帝并没有死的秘密 明史济世本末记载 当燕王逼近南京时 建文皇帝手足无措 其中一个朝臣提醒建文 祖父朱元璋驾崩之前 留给他一个朱红锦盒 让他在紧急时刻打开 大臣打扮成和尚模样 根据里面的指示 通过皇宫的密道 逃到了宫外的神乐观 这就是当年的神乐观 根据史料推断 建文皇帝逃生的第一站 很可能就在这里 可是那听起来很像神话的记载 可信吗 如果朱元璋死前 已经遇见到一切 并为命运不计的长孙 做了逃生的周密安排 为何不为他稳固军卫 做周密的安排 反而让朱棣起兵 威胁到其孙的地位 因此 这段充满神话色彩的记载 不敢让人轻信 可是偏偏在此后的一些典籍中 出现了关于建文皇帝逃出宫中 所走密道的描述 明史考证里 有这样一段记载 宫中阴沟 直通土城之外 高丈二 阔八尺 足形一人一马 被临获前出 可谓深思熟虑矣 一直对这段历史 很有研究的 济世家老先生 多年前的一个发现 让建文皇帝 从皇宫密道逃跑的传奇说法 变得真实起来 1978年 太平门一边 这家工厂现在没有了 叫南京钢戳厂 就是戳戳戳刀的 钢戳厂 要建一栋新楼 要搞个地下室 挖地下室 挖出来地道 从挖出来的情况来看 这个高度大概在两米五左右 宽宫在两米五左右 我甚至开玩笑 或者这个小政府 都可以进去 当年发现地道的地方 就在原来明皇宫的旁边 如果建文皇帝出逃 很可能就通过这个地道 逃出皇宫 这个地下室 就是这栋楼的地下室 1978年给这个楼 搞这个地下室 这个挖出来 这个通道明皇宫的地道 现在地道在看 地下室没有现在封死 地道被封死 地下室成了堆放杂物的储蓄室 但这至少证明了一点 明皇宫内确实有地道 可是这个地道有多长 又是否能通出皇宫 后人又不经意地 把这个秘密封堵了起来 2005年6月的一天 退休在家的季老先生 接到一个考古爱好者的电话 说在清凉山旁边的国防园 发现了一个明代寒洞 86 这个地道就是清凉山的 这个水源下室这几岁 从这里走 尘封数百年的寒洞 位于原明故宫的宫城之外 根据现场的发现 季老先生推断 这个寒洞在明代 主要是为了排水用的 但在不下雨的时候 是没有水的寒洞 完全可以容纳一个人 轻松通过 联系多年前 发现的皇宫内地道 这个寒洞 很可能就作为地道的出口 本人的祖宫 为首六百多年前的那个夜晚 稳弱的建文皇帝知道 他那打着清军策旗号的叔叔朱棣 一旦攻进王宫 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为了求生 建文皇帝使了一个火烧王宫的金蝉脱鞘计 而朱棣为了能名正言顺地登上天子宝座 只好把一具烧焦了的残骸 当成建文皇帝的尸体安葬了 这样他才可以掩人耳目 名正言顺地取代建文皇帝的王位 如果建文皇帝秘密逃出皇宫 取代他地位的朱棣会放过他吗 逃出皇宫后流落民间的他 又将亡命何放 建文皇帝没有烧死 那么到底到哪去呢 有的人说到西南 包括现在云桂川 都有传说建文帝到过他们那个地方 泉州海郊馆的研究员刘志成 对建文皇帝这个历史谜案也十分关注 在研究整理史籍的过程中 他发现建文皇帝根本没有逃往西南 现在我们有关一些资料 都记载了建文帝曾经到了云南 还到了各个地方的寺庙去当河上 那我怀疑说这一些是建文帝往南走 一直到泉州 他的随从他的那些人 故意放出来的风声 深冬即是南来 他其实是来到泉州 他就故意放出烟幕 难道建文皇帝逃出王宫之后 辗转到了福建泉州 刘志成的这个猜测 来自于福建泉州一位学者的 《晚餐集》中的一条记载 《晚餐集》说 泉州有一本科姓宗谱 宗谱记载了建文皇帝 被泉州因科姓人士收留 泉州科姓诸谱里面有一条记载 他在诸谱里面记载 他在明朝的永乐皇帝年间 有记载了他一个祖宫 他是在江年府的一个县当县位 他收留了收藏了建文帝 然后后来遭殃了被抓了 然后被腰斩了 他后来他的诸谱里面记载了 他后来他家人是收了一半 如果科姓祖宗谱收留了建文帝 那么将建文帝隐匿到老家泉州 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但遗憾的是 《晚餐集》中所说的科姓宗谱 已经无从考证 眼看着一条线索就这样断了 让刘志诚意想不到的是 新的线索又出现了 在台湾学者陈水源写的 《杰出航海家郑和》 和日本学者上山千年所住的 郑和下溪洋里 刘志诚发现 里面竟然有建文帝 曾到泉州开元寺 当过和尚的全新说法 书中记载 建文帝和随从打扮成僧人的模样 沿着皇宫密道逃出来 从南京顺着长江 来到武昌罗汉寺 罗汉寺的住持 达玄和尚接待了他们 达玄是全国的知名高僧 他的门下有好多弟子 其中就包括当时 泉州开元寺的住持 念海和尚 达玄看过建文帝的杜蝶后 赶紧联系泉州开元寺住持念海 并安排建文帝等人过去 朱棣得知建文皇帝 逃到了罗汉寺的消息之后 立即派了一个叫李廷的官员 去追查他的下落 李廷到了罗汉寺 经过对下人的盘查 得到这样一个信息 确实有两个僧人来过 但他们已经去往泉州方向 书中的记载 李廷根据一路追寻的路线判断 建文帝由于身份特殊 极易被查局 不适于在中原寻找落脚之地 所以从武昌转移到了泉州 于是李廷也迅速赶往泉州 权州在宋元时期是世界第一大港 当时有很多外国的学者 旅行家经过这个港口走遍世界 在明代 这里也是一个大港 建文帝化妆成为和尚来到泉州 就找那个武昌柔汉寺的住持的徒弟 叫做炼海 他当时是泉州开元寺的住持 叫炼海 炼海接待他 那后来可能风声不好 风声紧 所以炼海就把他安排 安排这个建文帝 甚在泉州的阿拉伯船里 从泉州港出港往南而走 如此说来 在泉州逗留片刻之后 考虑到朱弟 势必会布下天罗地网搜查自己 建文皇帝担心行踪败露 于是一经寻找到合适的时机 他就离开泉州 坐船到海外去了 江文皇帝可能出去 到底从哪个港口出去 现在也很难说 所以明城主 他要派郑和夏西洋 那么他要看看 江文帝是不是在南洋 永乐三年 大明盛世 稳坐皇帝宝座的明城族朱弟 酝酿了一个历史上 永在史册的壮举 他派遣三宝太监正和 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舰队 出使西洋 出使西洋拓展海外贸易 而时至今日 回首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 人们立刻就想到 这个身份特殊的人物 三宝太监 正和 就是他造就了一个航海史画 从泉州海礁馆的馆藏中 依稀可见当年正和舰队浩浩荡荡的气魄 两百艘左右的船只 载着将近两万左右的成员 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上穿行 而奇怪的是 这两万左右的成员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是在籍军人 为何这样一支 以贸易为目的的队伍 却是一支军事武装舰队呢 结出航海家正和 和正和下西洋 这两本书 是这样解释这个谜题的 建文皇帝逃到海外的消息 不禁而走 李廷知道后 立即汇报到了明成祖那里 大权在握的明成祖 不惜一切代价 要找到建文皇帝 于是他命令 李廷同正和一起下西洋 继续寻找传说中流亡到海外的建文帝 建文皇帝 趁着大火逃出了皇宫 取代他皇位的叔父朱棣 会放过他吗 逃出皇宫后 流落民间的建文皇帝 又将亡命何方 敬请收看纪录片 迷失的踪迹系列之 建文皇帝下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